再來 鄉親啊 你是不是也有這個習慣 煮飯炒菜 會把鍋子炒春的 煮春的油直接把它沖掉 說這樣 白霧水的光線 真的去打掉 也只是會開去 甚至會灑爐擠下去 高雄市水立教育的統計 今年一月到九月 總共有兩千八百天 霧水的光線去打掉的案件 也就是說 亂倒這個廚房的油 將作高雄市 霧水下水道的殺手 無關是做菜 下才是一般的民眾 不少人用鍋子炒菜後 就直接用水洗洗的沖沖的 油膏就流入水沖中 兩三個月後就變成這樣 把水膏打開 蓋起來都是結做幾碗的油漬 全部都是滿的 用膏還沒沖洗車 剛做人員沖公線 湯水公 來來來 你看 公線裡面都酒香 可是說沒禁寶寶 若是怕順大路可能會淋下去 根據統計 高雄市今年加月到九月 公線撻壞就有兩千八百天 水利又每年都花四千萬 清理油漬還會補充 若是稍後發現有人不好好處理 也會罰 那違反這個規定是可以罰一萬元以上 跟十萬元以下的一個罰金 罰還 這是規定要裝的 合家穿他們夾借的家中油漬雜料去 洗的時候油和油泡就先過禮出來 水利又提借一般家庭可以清洗這樣 洗洗淨淨 使用抓金 跟油漬七千塊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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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又不說得到禁熊穩奏